我们要先请教黄哥 你看一下蔡振元说什么呢 难道你想说当一年的兵 就可以对抗解放军吗 奇怪有人说只要当四个月就好 但你看现在要选总统的这些 有意愿的人他们怎么样讲呢 侯友宜大家被问到这个问题 和平稳定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 政府的政策跟路线 正本情缘才会令人民安心的首要任务 感觉起来就是呵呵做事的2.0版 但是柯文哲这边讲什么呢 他反问这个计划经过 长达两年的讨论研议 人力怎么会逐年削减呢 国防改革沟通对话不能偏废 都是和平的必要错举 还要顺便酸蔡英文一下 但又提不出什么样的见解吗 如果要我给蔡振元侯友宜 跟柯文哲三个人 一定要打分数的话 假设满分100分 大概柯文哲可以拿最高分 就是59分 最高分59分 侯友宜30分 财政员30分 侯友宜讲那个话我真听不懂 举今的形容的话 就是呵呵做事的2.0版 你讲了半天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那你到底赞成还反对吗 对 有这么难吗 就是从兵役 义务役从四个月恢复成一年 赞成或反对 yes or no 就这么简单 一句话 我觉得国民党有一些政治人物很有趣 明明很简单的答案 他可以把你讲得很复杂 那其实他心里是想反对而不敢反对 因为第一个 美国认同这样的做法 第二个 大多数的民意支持 所以他们不敢反对 但是心里又不想做 可是这种人 我觉得最恐怖 在哪里 假设侯友宜2024当选总统 假设 他会不会认真去执行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 当然他不会马上说 我再改成四个月 但是他会不会认真执行 因为计划 定了计划之后有没有执行 那中间执行的力道会差很多 你会不会认真执行 这个是我要先打上大大一个问号 再来这个蔡正元讲的话也很奇怪 如果当一年的兵不能去打共肥 那请问四个月可以吗 那当两年好了 对不对 那干脆恢复两年好了 每个都变自愿意算了 对不对 当十年的兵好了 其实我之前我在昨天宣布之前 其实有一部分看法 我跟余将军是认同的 就是说服役的期间长短 不是决定战力的绝对因素 训练的内容要配合 因实 对你训练的内容要配合 你如果一年都在除草 都在刷油漆 那你我跟他讲 你干一辈子也一样打不了仗 就是训练的内容 那好 这一次我们看到 其实训练内容是有做配合改变的 我敢跟大家讲 将来的国军的训练 新训练绝对是美军最新的东西 因为整套就是 几乎就是从美国搬过来的 模组化训练 他会针对不同的情境去设定 不同的假想 不同的状况 然后依照单兵不同的专长 去做相对应的训练 所以那个训练强度是扎实的 那我觉得这个等 慢慢执行之后 如果还有缺点 不可能一开始的做到100分 还有缺点我们慢慢改 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 我觉得现在这个节骨也是说 你所有要选总统人 是不是应该要针对这件事情 要有一个态度 对 柯文哲态度我看到了 不及格 赵浩康死当 朱立伦昨天以国民党中央 党主席名义发表 我觉得四平八稳 OK 算是 论国防救国防 对 我觉得算是四平八稳 那其他人 我就不讲了 郭台铭还没讲话 所以他可能放弃选总统了 就是说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因为他关系到国家安全 而且国家安全 总统就是三军统帅 这是三军统帅责无旁贷 必须要负担的责任 为什么昨天总统要选择 自己出来开记者会 他为什么不是交由国防部长 出来宣布 因为总统是三军统帅的高度 所以他必须去做这个决定 底下的各部会 他有很多专业幕僚 但是当专业幕僚 他没有办法下决定的时候 就是总统要下这个决定 那总统下了这个决定之后 大家就去执行 你说好 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其实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整个制度的改变 是你妈妈拿个一百块 给你叫菜市场去买把冲 我想你就算去菜市场买把冲 你还要挑一下 也要紧得漂亮 你也要买回来 都冷气 叫老婆说咖啥 所以他要讨论的东西 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慢慢的讨论慢慢的讨论 最后定出这个方案 我觉得今天如果说 国民党的有些政治人物 我觉得他们的反应 其实几乎我看到的 像陈玉珍 赵浩康 那几乎就是中国北京 认知作战的版本 一模一样 就好像感觉是稿子给你 然后你照念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 台湾如果说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虽然党中央有定调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你的各个的政治人物 国民党是个言论自由的 可是党中央定调 对于重大政策 大家说法应该一致 而且赵浩康昨天讲 他不是讲说 如果我当选总统 把它改回四个月 他说如果国民党执政 改回四个月 请问赵浩康先生 你凭什么代表国民党 我讲这句话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为什么国民党 里面没有人敢去呛赵浩康说 你凭什么代表国民党 党中央都定调了 国民党主席都已经代表 中央党部已经定调了 结果你竟然还有一个人说 赵浩康你可以讲你的个人意见 我觉得都OK 可是你凭什么代表国民党 那请问朱立伦 要不符合赵浩康的说法 朱立伦今天要不要出来讲 赵浩康你昨天讲的不对 你不能代表国民党 我才代表国民党 那我就等朱立伦 你要不要出来讲 所以国民党 不要玩两面手法 一方面党中央讲的视频包 然后放任底下各个山头 到处去放话 到处去讲一些 是是而非言论 我认为这样的政党 你如果在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 它其实就是一个是非的问题 它没有模糊的空间 所以态度要明确 特别是2024想选总统的人 侯友宜好好去修修你的国安学分 好好做事 混不过去的 好 但你看我们要请教一三哥 赖清德说什么呢 国家利益优于政党利益 所以他认为 兵役延长 兵役恢复 就算影响到选总统 他也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但你看克文哲的说法 就比较完美了 他说抗中保台才不会沦为口号 这感觉起来好像是 你又不敢得罪中国 又想要讨好台湾这边的人民 这是这样的两面说法吗 是啊 克文哲不断地在讲说 这件事情要去跟两岸沟通 是很同步重要的 但是国防这件事情 也很重要 不是 重点是你怎么沟通 你今天不用沟通 中国就马上说是台湾想要打仗 是台湾想要打仗吗 你要接受说台湾想要打仗 这个说法吗 这个沟通有效吗 那根本沟通是无效的 也就是说现在是 中国不愿意跟台湾沟通 中国在想要打台湾 他全部都怪到台湾来 台湾这边不愿意沟通 克文哲一样 他跟赵和康没什么两样 他只是把所有的 中国的认知作战的想法 灌输到台湾人民 他也是一个超强的内容农场 他帮中国的说法 转成他的话语之后 告诉台湾人 告诉台湾人说 你看就是民进党想要打仗 你看就是民进党不想要沟通 这就是内容农场的做法 然后现在柯粉白粉 还会配合所谓的五毛党 一起在网路上作怪 这就是克文哲对于台湾的做法 那我要讲的是说昨天所有的包含侯友仪 克文哲 赵和康我就不用讲了 另外一个内容农场 侯友仪就是侯侯做事 那朱立伦我觉得准备的不错 说真的 他唯一的批评就是说不要急救张 那小英也回答他了 说我们一年做准备 就真的很良善的沟通 确定没有急救张了嘛 那赵韶康当然是 我觉得他会这么稳定的去弹出这个签字文 写出这个签字文 有跟赵韶康一较高下的味道 所以未来五个月内 如果国民党有所谓的党内初选 我接到民调电话 因为这一题 我就是唯一支持朱立伦 说真的这一题 这一题真的是 因为总统说真的管的事情不多 两岸国防外交 所以你侯友仪去管 当内政部长去管警政OK 但是这个高度 你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总统的高度 所以唯一国民党 我看到有总统高度的是朱立伦 所以请接到国民党 党内初选评调 唯一支持朱立伦 好所以现在大家感觉起来 在国民党里面 很多人有话要说 包括蒋万安也认为说 这个是应该支持配套 这个说法其实跟朱立伦有点像 但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蒋万安的小内阁就被讨论说 里面的人马是谁人马呢 之前大家说周边 好像是朱立伦的人马 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变数 最近的蒋万安行程满满 包括最近什么呢 现身员工餐厅 民众很惊喜说 不过了野生蒋万安 结果他今天去哪里呢 去了捷运局 要看跨年人潮 我们先一起来看 蒋万安上任后 从清洁队警察局到捷运局 一一视察 认真听简报 频频点头可能还不够 因为捷运不止工程延宕 加上疫情影响 搭乘人数减少亏损连连 怎么解决前坑 都是考验 缺工缺料的严重 非常的 问题非常严重 所以特别 选在今天 赶快来了解 想听取我们同仁相关的业务报告 那最重要的就是 接下来的跨年活动 我想一定会有 庞大的人潮 相关的运输问题 上任第一个难题 就是跨年大型活动 而外界也关心 柯文哲秒拒绝 蒋万安邀约一起跨年 那太太史访薛 会不会现身 大家好像比较期待 二宝的出现 但是 坦白讲 还是要 特别 考量到我太太 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 因为她 预产期也快到 张舵市府各局处 蒋万安一刻不松懈 但她的小内阁人 是问题 还是难解 不止副市长林一华 延后就任惹争议 就连市府顾问英伟 也传出是蒋万安父亲 蒋孝言牵线 你把市政府的市政团队 的市政位置 完全就是用来酬庸 来安排自己的家臣 来安排爸爸要求 你来安排的人 这完全就是把市政府 当成你家嘛 这个消息完全不是事实 因为是跟我另外顾问 陈国军他们是旧事 透过陈国军跟他联系 肯谈之后加入市府团队 蒋万安急忙解释 人事安排 只是蒋万安市政成绩 都还没一批 人事争议已经满天飞 三水王家红草 台北怎么到 好 最近呢 蒋万的小内阁 当然要布局了嘛 那很多人说呢 接下来这个 头一个月 是先只有一个副市长嘛 因为林一华这边呢 之后才会来上任 也是被说落跑的情况 好 当然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林涛 你港台要回来啊 因为呢 好久不见了 现在说要回到北市府顾问 但是没有想到 来里面现在炸锅麻烦了 说你没有功劳 还占官位 不只占官位 你还有钱啊 因为居然是有几职顾问 最高可以领到 九万八千块钱 而且传出是蒋校园的牵线 党内人士现在说啊 你第一名的时候 落跑又没有贡献 现在眼看呢 好像国民党希望好一点 难道你就要跑回来吗 其实我觉得 我看到一些网友的评论 他表示说 这个没有仇佣嘛 对不对 因为照这个蓝营的人士的想法 是说今天你有战功 今天你有帮忙 你才能当这个职位 但是今天蒋万用他 就代表他没有仇佣嘛 也就是说他是看重 因为他的能力 他的才华 然后把他聘为市府的顾问 因为他就是依他的能力 来做聘用嘛 如果你今天要用战功才能聘用 那就叫仇佣了嘛 所以反过来 我觉得蒋万这样子的一个任用 我觉得非常持平 那为什么你们来里面自己炸锅了 我觉得有一些人 他当然就会觉得 就是说自己有相对剥落感 但是我觉得 所以你有被承拢到是不是 我觉得 应该是我 没有是我 我认为假的 他用这个位置上是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我了解 那个因为我认识12年了 他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他是没有停下来了 除了他过去 在总统府当发言人之外 他了解整个国政的政策 他在台北市的政策 他也是最了解 那近期他这几年在哪里 他是在澳洲拿了法学博士之后 在澳洲担任政策协调官 也就是说不管是政策协调的部分 文宣文字的部分 或是这个国际的视野 他都具备一个台北市需要的能力 所以依照这样子的背景 蒋万这次认定的 他的这个任聘为 他为市府的顾问 我觉得是合情合理 而且他的任命也告诉大家 我蒋万安 对于台北市政的发展 我不是仇庸 我是看你的能力 能够能够帮到台北市 未来的发展 我才任命你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度来讲 英伟是是才是所 而且他的能力 他的才华是非常好的 我们要请教小玉姐 因为现在炸锅的不是其他党 是国民党自己 秦桧就骂说 到底找英伟回来 顾什么问什么 他长期在国外也不熟视政 过去对于党内艰困时期 也没有给任何贡献 第一名的时候又落跑 没有任何贡献 那到底是谁找回来的呢 因为我们之前说 各奖湾旁边可能是有一些些 朱一伦的色彩 但现在说 这后面是不是 变成有马金的色彩也在里头呢 我知道林涛 因为跟这个英伟 他们是青年团港帝 所以他帮他讲话 今天徐晓星也有帮他讲话 有因为他们都是港帝的 包括这一次还有一个王志庆 就是也是公布有几职顾问网路 他们还有包括林嘉欣 其实他们通通都是青年团一挂的 我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帮他讲话 但是我还是要挑战一下 刚刚林涛讲的话 你说什么有战功 如果有战功 你没有去给他仇 不知道叫仇佣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 我还是帮一些人抱不平 你说像黄梓泽 郑世伟 现在什么好像都没有 郑世伟有 还没发布 还没公布 那你说对这些人 很好的位置 那你说这些人 最可怜的还是黄梓泽 黄梓泽 最可怜的 那你说这些人情何以堪呢 英伟他帮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 那我帮你打仗 帮你打天下 结果你市长到现在 都还没有通知我 所以我是说你对这些人情何以堪 再加上说今天英伟的人事公布之后 我跟你讲 有蛮多民进党以前的助理 国民党以前的助理 就有来告诉我一些消息 他们真的超不爽英伟的 这第一个不爽是说 他真的就是在国民党最好的时候 譬如他就是马英九 他做过什么 就是青年团团长 总统府发言人 对不对 但是他总统府发言人 你刚刚讲说他非常优秀 可是他有一项罪求 你现在去打英伟 Google 他的第一个排出来 就是说他很糗 他上了陈辉文 辉文哥的节目 辉文哥丢给他一个非常简单的题目 请你试论 马英九的爱台12项建设是什么 他一项都说不出来 你是总统府发言人 他给他一分钟的时间要讲12项 不要讲12项 你讲一项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这也太扯了 马英九的爱台12项建设 你连一项都讲不出来 那你这个叫做总统府的发言人 你说这个人有多用功 我是真的不晓得 再来就是说他最为人诟病的时候 就像刚刚很多里面的人 为什么会炸锅 就说在国民党最失落的时候 其实他的师傅你知道是谁吗 他是郑志玲 路人是苏俊斌 他们两个都同时被骂 就是在国民党最落魄的时候 你们一个人跑去私人企业去 去荣华富贵 那另外一个呢 就跑到了移民到澳洲 讲到澳洲 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报纸有报 2017年他移民澳洲 应该是有取得国籍 但是不要忘记 你现在是有几职顾问 有几职顾问的话 相当于公务员 你有没有放弃澳洲籍 因为我知道他现在人还在澳洲 是不是现在敢忙放弃澳洲的 还是我放弃有几职算 有几职 9万8 9万8 9万8非常多 澳洲国籍不好拿 对 所以就是说 现在他到底有没有放弃 双重国籍这件事情 真的要好好的来请教英伟 那还有就是说 他在有做青年团团长 那更多青年团 当然不是你们 就还有很多人来爆料 就说英伟常常把人骂到哭 说好听也是 说好听也是 什么很有傲气 但是说难听也就是眼睛长在头上 而且非常的排外 所以很多人他讲话非常的不留情 然后还把人骂到哭 所以坦白讲 其实除了他们是朋友之外 其实大部分人对英伟来讲 其实都没有好话 我觉得他们最在意的是说 你没有跟国民党同甘 没有跟国民党共互 你只有同甘 一整理就跑回来了 对 那坦白讲 他刚刚讲说 英伟对台北市政很熟 我不知道他熟在哪里 他连 马英走的爱台首相接受都讲不出来 我不知道他对他熟在哪里 那最后我要讲一下是说 讲万安的部分还是要提醒他一下 因为现在太多人在造神他了 包括他上任的第一天 他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 但是有知道唯一的做了一件事 他去员工餐厅用餐 去一楼园菜掌上的 他在你用那 然后拍他 还说什么 点了长醋排骨 青生臭豆腐 他也吃蛮多的 什么青草 洋葱炒蛋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看他吃得很开心 他说那你讲这个 你拍这个图片 讲他的形成 因为为什么他要报这件事情 因为就我了解 现在记者都会哀哀叫 就说奠万安非常的无聊 没什么可以写的 可是我也奉劝这些记者 你不要把奠万安跟柯文泽相比题 可能以前柯文泽 语不惊人死不咬 常常有些惊人 每天都有新闻可以写 这样会能讲话 让相对无聊 那你去报他吃什么 这也没关系 可是你看 这是赵绍康的 他们所谓的官网 旁边的那个网友 全部通通都在 歌功颂德 已经造成到一个地步了 就说 你这个什么 情政连结爱民 你去吃一个员工餐厅 就已经捧得 跟蒋经国一样了 认真的好市长 给他一个赞 请问吃员工餐厅 这跟认真市长 有什么关系 还要跟蒋经国一样 亲民爱民 我天哪 这真的只是吃一个员工餐厅 其实就我了解 那个台北市的那个公务员 他们还希望 蒋万一你不要太常来 因为你来的话 是啊 你还站 很尴尬 对很尴尬 你说这些员工 他到底要不要跟市长 一起用餐也是挺尴尬的 但是我还是说 你不要太快造神 真的是给这些人太快造神 吃一个中餐而已 你就讲得好像有必要 跟什么这个 我又要站起来了 又要跟什么 蒋总统又要空一格 就要站起来 这有空应该去关心一下 捷运的亏损问题 不是应该去员工餐厅吃饭 当然饭也是要吃饭 但是重点是要来关心一下 是 所以我觉得说 因为我对大家来讲 这个新任市长 都会有那个百日政绩 希望你百日政绩端起来 那你说柯文哲 柯文哲再怎么不记 他第一天 还有把中校记录 那个拆除 那个公司专用到拆除 还盖了一个 他批的第一件公文 就是这件事 大家对他印象是这个 但是如果你的这几天 你的前三天 大家印象只是知道说 你的儿子在哭 然后你在吃这个午餐的话 那我会替他未来感到担忧 我们要请教将军 因为对蒋万来讲 对市民来讲 台北市民来讲 其实小内阁来讲 是蛮重要的 那你现在把英伟找回来 英伟在澳洲干嘛呢 英伟在澳洲 当代鼠生态委员 所以他在养代鼠 到底对台北市民来讲 有什么样的帮助 刚刚林涛所讲的 什么对国际事务很了解 好像还没有看到 我慢慢看到蒋万 慢慢迈向总统之路 走向马英九的影子 越来越多了 蒋万不要怕 你是市长管他们 你要用谁是你的 是你的这个权利 对不对 中国人不会说话吗 马术不会说话吗 马术不会说话吗 什么秦桧珠 什么森兰 不要理他们 我告诉你 这些人永远都会支持国民党 尤其是你是蒋万安 不要怕 做你认为做对的事 你要用谁就用谁 你是市长不是他们 不爽你们来选 对不对 我就选上你要怎样 你就投我你要怎样 我就蒋万安 我告诉大家 蒋万安去餐厅吃饭 第一次两次时事不重要 他变成他的日常才重要 我以前干过这种事 以前庄稼宇的旅长是一个特别的长官桌 我把长官桌撤掉 我告诉你两年如一日 我天天去士兵的餐厅吃饭 吃到变日常 让士兵的饭菜都变得很好 因为旅长每天不知道会去哪个营 我就随便跑 你要做数十年如一日 四年如一日 四年天天如此 常常如此 只要没事就去吃 这样就对了 你会改善人家对你的感受 另外用谁 你说用英伟 英伟的傲气 英伟对人相处的不好 我相信英伟一定有蒋万喜欢的地方 或许有过人之处 对不对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对 所以说蒋万用了就不要怕 用了就好好帮他辩护 好好帮他解释 有一天他跳出来帮你做事的时候 你就说你看 慧眼是英雄 你们这些凡夫肉胎也 你们看不出来 因为我是市长 其实这就是市长 我真的觉得你不要去质疑市长用谁 你们这些生男 你们自己要投他的 你们这些知识者 自己要投市长万 人家用谁你在拴什么 所以不要仇庸 好事 对不对 看看四年后谁帮你呼善 真的 四年后谁帮我呼善 呼善了也没用 对不对 我弄得这么辛苦 最后你就讲我是仇庸 干脆我去造神 我让我自己变得很优秀 我去养袋鼠养老鼠养各种动物 对几年之后 优秀的人就回来了 那你们要抬这样 是你们要抬的 其实不管是 郡兵跟那个英伟 从2014 因为我跟他们 其实是非常了解 而且我一直在台北的政治圈 就是说不只是跟这个 2014 2018跟2022 我们都在辅选 那其实不管是郡兵或是英伟 其实在关键的 这些市长的候选人 跟这些市议员 在切入议题的关键的时刻 他都还是有给一些讯息 而且他的文字都还是有帮忙 所以你说这几年当中 他都没有跟这个台北政坛互动 其实不是 他其实还是有给很多咨询 跟很多帮忙的角色 林涛想想黄子泽 他现在还在整个国民党的关爱眼神 但重点来了 包括这个蒋万安的小内阁 大家说非常重要 除了英伟之外 还有林逸华 好 林逸华为什么很适合当副市长呢 现在许晓星说 因为林逸华很认真 人和又好 蒋万安度过蜜月期 就需要林逸华带领团队稳健上轨道 难道蒋万安的小内阁 不会变成仇用单位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所以蒋万安的小内阁 到底充满了谁的影子呢 现在包括了 英伟 现在包括了林逸华要当副市长 我们要请教文杰议员 因为包括你看 许晓星就说 他也不懂为什么林逸华会被骂 主要原因是因为林逸华很认真 人和又好 人和又好又很认真 所以就可以加入蒋万安的小内阁吗 这里面感觉起来 会不会小圈子里面找人都充满仇用的感觉 我觉得蒋万安找林逸华是 我觉得也蛮对他的味的 因为林逸华 基本上他就是国民党的救国谈系统 林逸华是这样一路成长 所以他的味道 其实跟蒋万安是蛮像的 他年纪又比蒋万安大概十几岁 所以我觉得对蒋万安来说 他可能就是觉得说 林逸华在选举的时候很大力的帮忙 然后林逸华我想他可能自己也不想再选举了 他可能自己也不想再选举了 虽然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那个丹安区这个铁蓝的区 你林逸华大概再选个十次你都会选得上 可是我所认识的林逸华是他比较喜欢做行政工作 那但是我始终搞不清楚 他们到底要安排谁来接这一块 老实讲他现在说2月1号以后才辞职 他就是简单来讲他就是要挡王兴怡 因为王兴怡在这个地方他曾经跟林逸华初选过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那如果是现在要现在就是进行补选要初选的话 也应该是王兴怡 所以他的目的是要挡王兴怡 但是要让谁来选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不是听说杨永明吗 也有可能 但是杨永明你这个地方你要丢下去 他要如果要跟王兴怡初选的话 我觉得也是很困难 也是很困难 国志强听说又要回来 他们可能再培养另外一个 很多人想要抢这个位置 看看国民党202可能风向还不错 大家都要来考 国民党搞不好没有初选 我认为大安区会有初选 因为这个是大家都要抢的 大家都要抢 但是现在初选一定是王兴怡 所以林逸华不要王兴怡 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杨永明用人 其实你想说因为 他一定是自己想办法 找人推荐回来的 因为杨永明不会认识他 杨永明不会认识他 一定是因为自己想办法弄回来的 他现在有人就说是马金这边的推荐 那有可能 因为市府基要顾问这个位置 有几职顾问 他是12职等 我当过 在高雄当过 这种职位 他是在市政府里面是很稀缺的 我们台北市政府大概有四个 四个有几职顾问 那无几职有 五几职大概可能有五百上千 五百个 那这样的话他回来既然有 想要贡献的话 他也可以当无几职 那他回来要干嘛 那么稀缺 他一定是回来 他想要重新回到这个政治圈 那当然也是有经济上面的需求 那所以 我觉得他一定是自己想办法回来 至于从哪个方面想办法回来 这个我就不知道 那你说郑世伟 郑世伟他现在好像是要去北农 北农 对 我倒觉得郑世伟这个人 蛮适合去北农 他以前当过三重的 对 当过三重农产公司的 总经理还是董事长 这样 我倒觉得郑世伟还蛮适合的 但是总体讲起来的话 就是说 蒋万安确实他的风格是和 柯文哲是很不一样的 那 他不会去制造话题 我觉得 其实当台北市长 你不要去制造太多话题 你可能反而民调会比较高一点 可能会是这样 就是说 你不要让大家觉得很讨厌你 像柯文哲的话 基本上他就讨厌他的人太多了 那所以我觉得可能蒋万安 他是有从柯文哲那边学到教训 老实讲说 每一次的满意度民调 他其实不是在说是市政满意度 其实是市长满意度 其实是市长满意度 或是市长喜欢度或讨厌度 那所以我觉得对蒋万安来讲 他可能就是维持这样 让大家觉得很boring 可是你也找不出我什么毛病 那我就这样可能再连任一次 大概是这样 那文杰议员你看很多人就说 这个是朱立伦 蒋万安附近的人马 就是朱立伦想要备战2024放的人 那现在马金这边感觉起来 如果是他们介绍的话 又要来分杯羹 这样的话最不爽应该是朱立伦这边吧 我觉得对蒋万安来说 他各方的人马推荐的话 他应该都会收 因为我们台北市政府老实讲位置很多 你说黄梓哲 把他送去又有卡公司当董事长 或者什么都可以 只是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黄梓哲没有 因为他不只是国民党发言人 老实讲他最早是在蒋校园办公室 在蒋校园当立委的时候 就跟着蒋家的 所以你现在蒋万安 邵主已经成功拿下台北市了 连这个老陈 让他随便哪一个位置 其实也不过分 其实也不过分 所以我是蛮替他报区的 不过台北市位置真的很多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那些 游水最多但是不用上班的 就是我们在富邦 我们台北市跟富邦有一些董事 董事读董这些位置 然后悠悠卡公司下面也有很多 然后捷运公司下面也有一些这样子 那这些就是最爽的 这个义善以前有排过这些位置 大家很清楚 所以我们也是蛮期待的 所以请教一下义善哥 说这些位置很重要之外 包括媒体黄伟案就形容 蒋万安就像郭靖一样 林一华的言认 可能会让小事堆成大事 这个对蒋万安来讲 其实是蛮不妙的 对 其实刚才讲的是说 像黄梓泽要不要肥缺 那个叫肥缺 其实叫做像林一华或者是英伟 这样子叫做进城 就是在市长室旁边 就是说整个要参与到 整个市长的运作 市长室的运作的决策 以前我们就是我也断过这个顾问 我跟蔡壁吾跟洪志坤 三个一上任的时候 这三位做顾问 那蔡壁吾做挂办公室主任 那这样的一个人事安排 其实不要说 当然刚才那个一直讲说 是战功不是仇庸 我其实是觉得是这样子 分自己人跟不是自己人 我觉得蒋万安很喜欢用自己人 你看而且他非常坚持用自己人 尤其进城的部分 对 例如说林一华 林一华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变大事 就说其实真的一定 林一华能力一定要等他吗 他不能做完一年的立委 再来做这个副市长吗 剩下一年的时间而已 他可以做完立委以后再当副市长 说真的 我常常说 柯文哲半年没有 半年三个副市长 只有一个副市长 他一样照干 黄珊珊去选举 他一样照干 其实只要一个副市长就好了 你不一定要两个都补满 对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等林一华 我觉得就是 那叫我自己人 因为也是 管他有没有参与这个过程 有没有参与选举 那叫我自己人 自己人都放在旁边 这叫进城 副市长 所以你看 包含那个王宏威这次选台北 这个北松山跟中山区的立委是一样 明明罗书蕾 你说罗书蕾不够优秀吗 没有战功吗 一样有战功 你不是自己人 你不是自己人 那绝对不是自己人 所以不是自己人 他一定排除 刚才也讲过 王兴宇不是自己人 所以我怕王兴宇去卡这个立委 所以我一定要等到 那个算准准二月以后 不用补选了 然后我才把林一华 放自己人 放在旁边 那等 那个大家 要初选的时候 你们自己再继续拼 王兴宇那时候可能就会输 因为他可能会支持 其他什么李博弈 徐翁廷 这些人变自己人 所以讲他用人的哲学 叫做用自己人 导致了 但是他这种用自己人的哲学 导致了所谓的很多 蓝营的人会不满 已经开始有些不满 我觉得 像副市长 李永平也很优秀 郝龙斌的副市长 那个罗志强 为了选桃园 然后后来都就礼让不选 结果他辞掉议员 像这样的人也没有被安排 我选举的时候 你有没有帮我 就是因为不是自己人 有没有帮忙的问题 你说罗志强有没有帮大忙 有啊 如果他坚持要选桃园 桃园没办法整合 那你到现在为止 我要帮罗志强讲 到现在一个位置也没给他 所以当然国民党的文化 跟尤其是讲话案 都是用自己的文化 导致的麻烦就是 你现在都 你的立委去当市长 所以立委要补选 然后议员去补选立委 然后议员也出缺 所以变成是 国民党不断绕跑 绕跑议员选立委 然后绕跑立委选市长 绕跑市长选总统 国民党变成绕跑党 你知道吗 绕跑成性 在抓交替那种感觉 对 抓交替 所以整个国民党 如果在这样用自己人文化 不去扩大他整个的用人哲学的话 我觉得对讲话案也好 对国民党也好 他还会觉得你们开始 已经有执政的傲慢了 好 但是义三哥刚刚说到一个重点 是不是夹地人 真的是很重要 我们要请教晃哥 基隆市政府 现在说要太除 15%的约聘人员 是要塞谢家军吗 是要塞谢国良的人吗 那当然你是可以太除约聘人员的 你可理 但是比例原则 好像有点怪怪的 对 其实约聘人员 因为他并不是正式编制内的公务员 他基本上是在各公务机关 大概就是一年一聘 那刚好年底 因为到明年 那你说约聘人员 当然因为他没有职业的 本身的保障 所以随时有可能有了 今年没有明年 但是你说一次太除掉15% 我觉得这比例过高 我很少听过 哪一个新的首长上任 一下子把单位内的约聘人员 15%全部太除掉 我不晓得谢国良的目的 那我太除之后就不补了吗 如果你是为了结尊开支 你说好 我把这15%的人事费省下来 我觉得也可以 问题是你少了15%的 15%就是100个人里面 你只剩85个人 也就是说你100个人要 85个人要做原本100个人的事情 那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这85个人 根本做不来 就事情摆烂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之前荣源太多 我不晓得谢国良 讲的是哪一种情况 但是他现在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我太除之后 我不补足了 比如说我认为 这个15%太多了 我太除之后 我只在回补3%到5% 这是一个可能性 另外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把自己人补好补满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公务员因为他有严格的任用资格 那基隆市政府 他又不像台北市政府 有那么多不需要 常任文官资格的职位可以安排 基隆市政府 其实可以安排的位置不多 那约聘雇就是最大的输宏道 约聘人员就是最大的输宏道 那你说真正辅选的工程 他不会去当约聘人员 因为约聘人员的值等不高 待遇普遍也不高 那是谁呢 辅选工程的亲戚朋友小孩 这些都是最好的输宏道 比如说这个条约 我们的学生就近年赌比较 天后回来 现在暂时找不到 不然市长拜托一下 稍微安排一下 拜托来这里就对了 对所以我不晓得谢国良是哪一种情况 有很多是议员的扩塔 对文杰讲得对 很多是议员介绍的扩塔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后续我们要继续监督 我现在也不会先去 很严厉的批评谢国良 但是后续我们来看 这15%你太除之后 你是怎么补 补了哪些人 还有你目的你要讲清楚 你如果是把这15%太除掉 然后全部换上自己人 我认为这个是很严重的 公器失用 所以别忘了 基隆市议会的议长 现在是民进党籍 谢国良 你在几个人没这么好过 但是过年前 过年前你就让人家失业 这样感到 我们要请教林涛 因为之前选前 谢国良不是说 他要打造亚洲最有爱的城市吗 你现在问问看 基隆的约聘人员 他们可能不觉得 现在很有爱 其实我们也看到 其他的国民党 迎回来的县市里面 有好多其实在卸任之前 这个民进党的 这个现场卸任之前 塞了很多自己人 那我觉得说今天 15%的比例 约聘人员是高还是低 我觉得大家都自己 有自己的判断 但是有时候在各局处 约聘人员要推动一些政务 他本来就是要用 自己熟悉的人 而且或是过去这15%里面 是不是也有酬庸的部分 如果这15% 约聘人员有什么样的 推动政务没有关系 其实还是有关 因为很多的位置 他没办法用 就是没办法用 这个公务人员续聘的标准 他用约聘的部分 那过主要应该去看这15%的约聘人员 他过去的酬庸比例是多少 如果说有一些很专业的 你当然去把他太换掉 或是直接把他干掉 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你干嘛是要用自己的人吗 如果过去这15%的约聘人员 就是属于酬庸的前任市长 酬庸的人员的话 那当然他有换掉的这个理由 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 要尊重新的市长 他在推动整体各局处市政 他的用人的标准 我觉得举丁 这样讲就有点模糊 通常一个市政府里面 我想文杰很清楚 约聘人员最大中战也在清洁队 清洁队几乎都是约聘比较多 很少有政就是文官资格的 你说约聘人员在一个公务体系里面 他要负责推动什么政府 很多约聘人员是连公文都不让他写的 因为你万一出事了 你没有办法苛责 所以你从最基层的 从科员到股长到科长 那不可能是约聘人员 约聘人员一定做的是最基层的工作 他跟你说要扯到去跟推动政务有关 我认为不太可能 那也不是 也约聘人员绝大多数 不会具有太高度的专业性 因为有高度专业性 他就不会去当约聘人员 这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谢国良 你要换人 你要换 因为那是市长的用人权利 我没意见 但是你必须要交代清楚 这15%为什么被换掉 然后你要换哪些人 我觉得目的要讲清楚 好 我们请教文杰议员 因为改朝换代其实都是有的 那有曾经有过15% 整个泰除整个砍掉 这个我倒是没有听说过 用一个15%的比例 但是因为约聘人员 他有些约聘人员 他一做20年都有 因为他可能就是 公公是议员 公公是老议员当很久 所以他的这个 媳妇 他就每年都可以续聘 类似这样 每一个市政府的约聘雇人员 其实是有限的 因为我们都会受到 中央人事行政局 考试院他都会有一个规定 所以在谢国良来讲 我觉得他现在要砍这15% 意思就是说他以后 他可以有15%的这些人额 他这些range可以拿来运用 可以拿来运用 所以对谢国良来讲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聪明的 因为他以前的那些 他不需要买单 他以前那些 他不需要买单 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有挑过 现在现任议员的 这个 亲属朋友或什么之类的 他会留下来 落选的还是死掉的那些 过去的 他可能就把它签掉 跑票的那个 有可能 那民进党的时代的 或者林佑昌时代进来的 他可能就把它删掉 那这个如果偏蓝的 他就留下来 我觉得他做这个 其实我觉得是挺聪明的 就是说他一定中间在 他绝对不会说是随便的15% 一定是他有他的一个标准 然后他这些清出来之后 他未来是这15%是他自己 可以拿来做人情 做政治上的筹码处理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聪明的做法 但是到时候大家都看说 这个15%到底是补了谁 这个就是一个重点了 对对对对对 好 不过我们说2023年 对于台湾来讲 真的是蛮重要的 再过四天就要跨年了 为什么说很重要呢 包括病疫问题 你可以看到国安的部分 包括疫情的问题 因为现在中国全面解封之后 现在死亡人数攀生 但是中国这边还是在盖牌 网络上就出现了很多画面 现在也曝光了 你看看这个疫情有多严重 不止日本怕爆 印度怕爆 大家都怕爆 我们带你快来先来看 一整排全是棺木 等待火化 明天早起来还一点开始火化 中国风控结束 却是人民痛苦的开始 殡仪馆不够放 沈阳方舱便临时停时间 这惊人景象在中国各地上演 等着为死去亲友登记火化 队伍看不到镜头 殡葬业人力严重短缺 上海一家殡葬业者发出公告 招募皆失人员 中国疫情调整为每月公布一次 连死亡数也盖牌 有中国网友曝光当地殡仪馆公告 白纸黑字写着本人承诺 死者非因新冠肺炎去世 只以当局疑似刻意隐瞒 实际死亡数 过去三年中国防疫着重裁剪隔离 医疗量呢 疫苗覆盖率没跟着提高 裁剪风就迎来大流行 根据目前染疫速度 香港大学教授悲观预估 全中国半数人口都可能染疫 政府防疫失当 后果却是人民用血泪来承担 三里新闻会宣布导 好 所以中国现在几种网站的解封呢 包括各地全世界大家都蛮害怕的 我们要请教小玉姐 你看人生可以有几个三年 有媒体人就说 各地很像2020年的武汉 好不容易我们走过三年 现在难道要再来一次吗 中共火葬场的急诊室呢 现在业绩爆量 居然还有表扬 说业绩太好了吗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因为就是中国 卫健委就开始盖牌了 坦白讲他不用盖牌 他公布的数字 大家全世界都不会相信 但是至少你还是有一个数字交代 他自从连数字都不公布之后 然后又在讲说 什么地方没有大面积的出现死亡 我第一次听过 说死亡用大面积 对 那有网友说 这一块还是怎么算呢 网友说面积多大 你对你是要 这个人数 而且这样讲话有点怪怪的 什么叫大面积死亡 那既然你连这个话都讲不清楚的话 那只好就是各地的新闻 来告诉大家事实的真相 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非常讽刺 这是中国的这个邯郸市 他就说呢 这个竟然是火葬场 要来表扬 这为什么要表扬火化呢 就说 因为这个从12月1号的时候呢 这个邯郸市的这个火葬 每一天 12月10号以前呢 是一天20例 一天烧20具尸体 12月10号以后呢 可以达30例以上 那所以呢 12月17号到18号呢 已经现在可以烧到41例了 所以就说这个火化的速度 是值得表扬我的天啊 现在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很讽刺的这件事情 就跟大家还记不记得 前几天有一个新闻 就说是中国那个浙江 有一个那个台州的那个医院 竟然也是说他的急诊室 暴洗 有个电子 有个电子的那个看板 说暴洗暴洗 现在这个急诊室突破200万人 所以我们医院贺喜 你不觉得跟这个火化在表扬 这件事情 好像周年庆 好像我达到多少业绩的感觉 这个大家会整个傻眼 你把那个丧事喜办 就是你火化 这个已经可以爆量这件事情 你就说我们来表扬 然后那个急诊室破200万人 你说用这个红色的暴洗 我都觉得说这个官方这些领导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 什么样的脑袋来做这件事情 不过这个也凸显到说 现在的疫情确实是蛮严重 在中国盖牌之后 那包括有几个这个事情 就像是说 就说现在他盖牌到什么地步 就说现在有这个医院就爆出来 说你的家属死掉 你的那个有人死掉 但是你家属要去登记 现在登记不准你用这个新冠肺炎 就说你是死于新冠肺炎 是不行 那这个发生在 这个就是说发生在这个医院 就有家属 他的这个母亲过世了 然后他就要求说 你医院要开死亡证明 结果那个医生就说 现在我们这个医院是不能开 说你是死于新冠肺炎的 而且那个家属就很坚持要开 不然我妈妈是怎么过世 那我死亡证明要怎么写 只能写死亡 就说是怎么过世的 那医生还讲说 怎么样 你现在是不是要闹事 你不想让你母亲火化吗 所以这个网友就把这件事情 po在他们的网路上之后 现在这个整个网友就炸锅 就说现在是逼着民众 要来配合作假这件事情 而且现在还包括 就是说有一些电视台 就直接去拍火葬场 焚烧的这些画面 可是他们就违反了官方的规定 所以大家就佩服 比如说什么广东电视台 他们就觉得说 你非常的勇敢 还敢去拍这个北京兵仪馆 因为它上面就明明的显示说 严禁任何人拍摄视频上传 这就告诉你 我现在要盖牌 但是电视台敢去违规去拍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哇 这家电视台 现在恐怕会有危险 好 所以我们要请教将军 因为你看 现在中国的疫情 最非常严重 但没有想他们直接盖牌 不说 现在就有中国大陆的 前媒体人就说 中共严重的清零 其实他们各地 包括自己都很害怕 难道全国各地 都要变成武汉吗 现在多严重呢 限制兵营馆的全部人员 跟火化有关系的任何信息 都不可以透露 他说呢 看起来这个比疫情 还来得更加恐怖 这还不是最可怕 因为中国目前来讲 它还是封闭的 你不能出关嘛 原来说大多数都是在国内 这个虽然我们很同情 中国的人民 它就这么重症 而且传染得这么严重 因为你要想想看 如果我们回复到去年 我们都没有打三剂的时候 突然间大流行 我们会吓死 因为那个时候 跟我们确诊的定义不一样 我们现在定义咳嗽一下 在家关七天 可能就好了 因为我们打了三剂 可是如果都没打了 那不知道会不会天然永隔 所以感受完全不同 现在中国就是如此 因为他打的科兴 看来是没什么效 可是中国说不要怕 大家不要看中国的笑话 因为我马上就要开放了 大家一起害怕 而且不只是开放入境 还是可以开放出境 你知道现在大家说 日本韩国有多害怕吗 但没有想到中国外交部 现在说什么呢 大家适量的防疫 这个是你们要自己管自己 怎么是你们去规定 别人要别国要适量防疫 就是因为你们看我笑话 我就把它全部放出来 对不对 到日本到韩国 你们笑得越大声的人 我就去让你两难 第一个我的人有消费力 我已经憋了两年多 快三年了 我很有钱可以去买 第二个呢 你要赚我的钱 请就收我的病毒 你就一起收 所以说现在日本是 你只要从中国进来的人 全部都要PCR要隔离 好像连韩国都如此 我觉得未来东南亚都会如此 原来第一岛链不是只有军事防御而已 原来这个整个COVID-19 它也开始做第一岛链的防御了 因为太可怕了 因为我们 我说现在对于那个 已经去过国外玩的人 现在一定很庆幸说 还好我回来了 为什么 没有碰到 没有碰到这个中国这种方式 你真的太不道德了 因为如果你本身自己防疫师 科学防疫师 医学防疫 已经做好了免疫 然后让大家都已经注射了三剂 符合规定的疫苗 这不是科兴跟 他说没有 我们科兴也符合 那是你用钱去塞给WHO的 那个不是真正的符合 那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现在中国的大陆会 你看刚刚我们看那个 那个兵议馆都爆满了 然后你有沒有看过那个烧骨灰 烧完之后 不是去领 是拿那个 我们去买肯德记 那个牌子你知道吗 那拿去拿 你拿到是谁都不知道 所以说这已经 已经没有人性了 可是这种方式 就表示你的防疫 不是科学防疫 是政治防疫 因为他是怎么解封的 你以为习近平 他根本不想解封 可是因为白纸革命 没有办法 已经动摇 他政权的稳固了 他一系解封 不但要让自己 中国的人民遭殃 害怕 他现在要让全世界知道 中国来了 我很厉害 好 所以这个一系解封 包括日本 印度 南韩 意大利 现在都加强入境的管制 来应应 台湾也要来应应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消息 刚刚行政院长 苏贞昌也拍板 针对了中国入境旅客 要来做筛检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中国突然一解封 想说大家可以入境出境 中国人是很开心 但各国不是这样子 我请教晃哥 包括日本 现在就说 中国入境强制检疫 那苏贞昌其实在也拍板说 其实针对中国入境的旅客 要做筛检 那其实是今天赶快来做一个改变 一定要筛检 薛瑞远也说 现在怎么做呢 这个筛检包括拓役PCR 那一确定阳性的时候 就立刻隔离 对 因为其实昨天 中国宣布1月8号 开放国境之后 日本第一时间就宣布说 从12月30号开始 他除了限缩 只在四个机场可以直飞之外 还限缩 就是你一定要做PCR 而且他不要用中国做的 那要到日本落地之后做 那昨天晚上 我想王必胜指挥官的电话 应该被打到爆 应该很多立法委员 特别是民进党立法委员 应该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最新的决定 就是其实做法跟日本很接近 那但是呢 我们比日本好的一点是 因为台湾到今天此时此刻为止 我们没有开放中国观光客来台湾 所以从现在开始到过年前这段期间 能够回来台湾的 因为我们的限说是 你持有居留证 最少要持有居留证 也就是说可能是台商台干台生 或是说刚嫁过来的配偶 还没有拿到国籍的 他有居留证 所以目前现况来讲 一天大概是800多人入境而已 那到过年前大概累计会 可能有3万多人回来 所以其实数量相对 跟日本比较相对低很低 因为我们不开放观光客 然后呢 他现在的做法就是 你进来 我们一样不要求你在登机前做PCR 因为薛热源部长今天说法说 因为中国现在做PCR大概也很困难 因为他们现在几乎不做了 你大概找不到人做 所以你落地之后 我们做唾液的PCR 做唾液的PCR 然后呢 一样发给你快塞试剂 那如果阳性就照规定 阴性的话 一样你是发快塞试剂给你 你每两天要快塞一次等等 这个规定我觉得合理 因为它是规定 只要从中国入境 不是针对中国人 就即使你是台湾人 你是台商台生台干 一样 因为你们来的地方 可能相对风险比较高 我觉得这样做的话 一方面确保 我们自己的国人 他可以回家过年 那一方面也确保 我们好不容易慢慢的 疫情慢慢的趋缓 其实你仔细看 这两周以来 我们每一周的确诊人数 大概都比前一周 会增加10到15% 所以慢慢会到达 另外一波高峰 照王毕胜他们的预估是说 到最高峰的时候 可能每天 可能会有两三万人确诊 但是大家现在 可能对这个数字 应该也没什么感觉 因为很多人都确诊过了 但是我觉得这一波 其实要很小心 因为其实专家 现在全世界专家在担心的 就是说 中国到底会不会出现变种病毒 几乎所有的专家 都认为会有 变种病毒是一个风险 另外一个风险是 他中国完全不透明 他不告诉你基因定序 我根本无从比对起 他到底是不是变种 然后变成什么种 他完全不把基因定序的资料给你 我觉得这一点 是让全世界很多国家困扰 所以真的也希望中国 不要以零为祸 你一月八号放 把人都放出来 那万一全世界 重新来一次三年 我想不止地球会完蛋 中国也会完蛋的 所以大家就说 这个政府真的是蛮难为的 因为希望疫情不要直接大爆炸 所以你又要让这些台商可以回来 所以当然 光光客现在是不能来的 那你就要做好防疫 但是中国不是这样想的 我开放就开放 我要风就给你风 请教易三哥 现在中国外交部就说 他国要四度防疫 意思就是说 你们大家 虽然国有四名 我觉得中国这几年的防疫 根本不是防疫 它是以防疫之名在进行维稳 因为习皇帝要做皇帝 所以他整个 包含他的国产疫苗的施打率也好 有效率也好 都很低 所以他这一次是因为白子革命 他只有两个选项 就是年轻人要饿死 还是老人病死 所以他后来就说 因为白子革命 他要维稳的一个状态 我干脆把年轻人放出来 年轻人放出来之后 就整个封城 就把他解封 解封完之后 你就面对的 就是下一个问题 就是老人病死 老人病死还不是病死而已 就是老人病死 他会变成 整个中国变一个练鼓场 1月8号开放之后 不要忘记的春节是 1月10几号吧 那整个南北大移动 整个春运 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大移动 各地的病毒混种的情况下 你在对外输出 我觉得是不是刻意 对外输出 我觉得都必须打一个问号 因为中国如果内部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整个经济往下滑 它是不是因为 透过病毒输出的方式 让整个全世界再乱一次 这是可以去质疑的 因为上次的武汉病毒 就有很多人认为是 中国因为疫情的关系 导致它的经济下滑 它干脆输出全世界 让整个全世界乱掉 这个是有可能当美国的 这个不是我讲的 是川普讲 就是这个目的 所以未来明年 是不是我们还要再面对这个问题 就要看我们这个病毒的变种病毒 到底它的强度有多高 因为我相信 现在各国大部分除了中国以外 大概疫苗的普遍率 都已经很高了 有时候对于传统病毒 大概都有一定的防护力 但是是不是有一种 新种的变种病毒 导致全世界再次面对 这个病毒的危机 疫情的危机 我觉得我们还要再仔细观察下去 但是我要提醒国民党 不要在这个时候 你还在跟我们谈小三通 现在是要怎样 让药品送出去 然后病毒送进来 让BNT 那个郭董的疫苗发大财 所以我们不要这样 这个时间点再去谈小三通的问题 而是要以防疫为主的一个 进行对中国的边境关系 好 不过我觉得这个白子革命 可能是帮习近平来做一个下台节 一站你们觉得 这好像是演的一套 就感觉起来 顺势就解封了 顺势就把病毒带给大家的感觉 感谢大家